你等着公共保姆一月还给两钱的吗 给一钱的吗 一分钱没给完 你就回头走赢赢赢赢 你翻不上吗 真是被窝里放屁 独吞啊 别人乡亲都是直短情场 这一对倒好 就是工资争夺大作战啊 大爷乡亲是真心实意 要求工资放一块不怀穿心思 大妈一听就直接脸黑了啊 张嘴闭嘴都是保姆都有工资 既然这么重一保姆 咱看大可不必找老伴啊 老了你说条件再好 你没有家也等一天 就是非常孤腿孤老伤伤的 对不对 不用那句话嘛 你知道谁知道明天和那个什么意外哪些到 你都不知道的事 所以我就担心这事 你这一人搁这儿的屋里 你真要出事了 谁也不知道 你那家也很少在家 天空一声巨响 咱大爷大妈同时闪亮登场 一坐下身来 两个人就开始了心灵的深度沟通 大爷的感情经历是丧偶 大妈使感情不合走向终结 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大火烧竹篮 遍地老光坤 明天和意外永远不知道哪个先来 就是害怕着漫漫长夜 不知道哪天就见不到出生的续日了 因为我验识那个什么老姐妹 她的同学的哥哥 半夜吧 好像就是三点多钟 就给她孙打电话 可能就犯心脏病了 然后她孙看电话室的爷爷就没接 第二天他们几个老哥们就说 咱们出去小聚说上南湖 说怎么整到现在她也未来呢 这都几点呢 所以以前都老不早的来 今天没来呢 给打电话也没接 后来给她儿子打电话 说你家老父亲找到现在没动静呢 我们都约了上南湖 他说那我得赶紧回家看吧 一看本门一看她父亲 人不行了 人不行了 没了就是把电话在旁边聊 惶恐探头说惶恐 伶仃养礼探伶丁 大妈和大爷还真是苦命相连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警绳 如果不是大妈的身边发生了这样的事 那人家还没意识到 自己已经年老一辙 但如果屋子里多个陪伴 无论大事小事 那也能互相有个意套啊 最好是你俩人家把公司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 也把干脚好像是俩人 就是重新开始了嘛 重新成立一个家啊 在这个家就是俩人有一个什么呢 有个共同的那个凝聚地要 要是你 要是 要是可疑方面的话 我总干脚这好像是 一种有啥干脚 我好像有这种故隆关系那种啊 这样呢 假设公司咱们 按照现在咱们那个 以前的生活的习惯 肯定是能都有接约的 是吧 咱们能怎么做呢 都得好好的去计划的话 到后来你谁找的最后这钱就是谁的 我是这么讲的 我就一年一万两块钱 一万两块钱 说个减少啊 不适合那个人家 你还需要两三千块钱 我这才一万块钱呢 真是土地妙里田窟窿 大事不妙啊 问题晚来了是隐患 早来了就是个大喊 大爷主动提起以后经济规划 就是不想到最后让大妈掌握主动权 人家表明日子是两个人过的 那钱就不能一个人经管 就是要求以后 必须把工资本放在一起 这样就能杜绝各自一方踹坏心思 哪成想大妈一听到就有些不乐意了 但是咱到有些不明白 钱少的一方不还是占了便宜啊 你要是你有这个想法说得啊 你钱那个得拿 我拿手回 我是不知道 那你就这样是根本没本意办 当心头佑知道吧 叔叔的意思是两个人工资放一起花 你别的 我别的 那我也可不知道 他能说出这个 这可能就是很积极一个人 真是穿着皮凹打赤脚 凉了半截啊 大妈的意思咱是看明白了 人家就是一门心思想要大爷上交工资 自自关起门当主人 演艺中就是觉得大爷肚子量太小 没把自己当成心头肉掌中饱 还真是给咱整校了啊 又不是黄花闺女大姑娘坐花轿 那还有小年轻的一往情深 都是搭伙过日子 大妈还真是高看自己了啊 甚至我是想这样 两人今天两个时候在一起 不管想啥或做事 都想着两个人的理 不能想光想自己 又光想着自己那俩 以后你去咱们厚道 你怎么去逛 想事比我快去一块想 我是这么总的 一不乱一块想 本身我就接受不了 对啊 你必须两人真的都问啥事 你拿过你吃块糖 你只要给我一半 这是咱俩才是 在感情的道理一块 是其实一体的 对 你得这么理解 你这一半 你假如你没房子 这我都可以接受 就说以后我先走了 你这房子完全可以住 一点问题没有 虽然钱都大嘛 是皱着眉头黑着脸 但大爷貌似是一点没意识到 就是耿直的不得了 表示两个人既然有缘分走到一起 那就应该他的事事过日子 以后无论谁先走 人家都能保证余生无忧 不应该总是算计来算计去的 毕竟这么大的年纪了 还绞尽脑汁的 想要去占便宜谋福利 这是处对象找老伴 又不是打仗干小日子 咱想想都觉得累啊 因为我女儿的房子 跟着板子 不可能的回住房 她这房子留着也就是啥呢 回来能看看有家 有个念想 实际她那要不要的房子 都不得了所有事 人家那边的房子两处呢 就是说这个呢 就是作为女方 你得不用想担心的事 因为我女儿呢 我农村有房子 但大二年也就这样 我女儿那人是比较同意 二百多平 有相当的真心 两人能在一起生活的呀 也就在一起 要是有什么顾虑呢 就别谈那边啥 我还不如初爱打工 人家挣三千 我挣两千的 对不对 真是唱戏的腿抽筋 属实下不来台啊 咱可真的是 看不明白大妈的人啊 嘴上嚷嚷的 注重感情基础 但实际却一直嚷嚷的 要大上交工资 说白了人家眼中的感情基础 就是这白花花的银子呗 就是胡同里赶猪 直来直去 如果对方不上交工资 自个还不如外出打工 归根结底 就是人家不给钱啊 咱看就是想被窝里放屁 独吞啊 房子就比如说她走了 我台上就走 因为说我家有房子 对不对 我家在单上三年 也占了二百多平 我要两个 我要一树 住一树都过活了 两个人钱 两个事情 那死的是什么 远配 远配 因为啥 他有人你牵挂 而你是牛蛋 知道吗 你去你去 你打这 你住三个两个月 也不用了 也只领假 你走不走 你也没啥拽头 你也没登记 你打这 公用保姆一月 给两千的 给一千的 一分钱没给完 你就会留走 也领假 你分不上吗 咱看这么亲事也是 断了线的风筝 没指望了啊 眼看现场的氛围 是越来越冰了 大妈也是当着 红娘的面 说出了自个 真实的想法 直言当保护 还有工资 人家要真实委屈 自个嫁给了大人 总不能灰溜溜的 来白花花的走 就是想要在大爷身上 吸点血 割点肉啊 按理说 这男女搭伙过日子 都是各有诉求 毕竟男女都是一杆光棍 咋还就变成大爷 非求着人家了 光靠我一个人 那不就属于啥了吗 就属于一种 共用关系 我就有这种感觉 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我就来养了你 那你想你是 你是我傻 你是什么 你知道我是什么 再说反过来 你不行 你对这个人 人的话 是不可以 直手划脚 对你 你那心里舒服吗 我总觉得这件事 好像 人家还是没想开 我也不太想 接触这件事 我的理想就是 想还是找一个 就是连针 能把这个心思 用在一块 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不相逢 大爷可谓是 看得相当清楚 毕竟这要是 真的像大妈那样说的 资格就不是找老伴 而是找保姆了 大妈嘴上说着 是深明大意 看重感情 但实际 如果不满足 人家的经济需求 那一切都是白想 最终也是 相亲失败 遗憾退场